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益智冰塊拼圖遊戲 那讓大家看一下它的外盒 這是它的外盒 那它是適合6歲以上的小朋友可以遊玩的遊戲 那我就直接打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它裡面呢打開來會有一個 這樣的 一樣是收納盒 等一下我再縮小一點 等一下喔 像這樣的收納盒 然後它打開來之後 先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樣它的說明書 就是它這裡有說明書 然後它的題目跟解答 都在這一本 然後這是它的內容物 它有點像是 那個俄羅斯的造型 它是取用的是俄羅斯的造型 這裡俄羅斯方塊的造型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比較特別的是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它這裡會有 我先把這個全部拿起來好了 然後它這裡會有一個像這樣的 這樣子突起物 所以它其實是會增加遊戲的難度 你看它有橫的突起跟直的突起 然後它會讓難度增加 然後這個俄羅斯方塊上面會有洞 就是有橫的洞跟直的洞 還有就是橫的直的都可以放的這種洞 這樣子 然後就是要想辦法放上去的時候 要符合洞的方向 像這樣子就可以放上去 然後像我剛才這樣放 這裡有點凸起來 就沒有合上去的話我就不能放 然後遊戲玩法很簡單 然後就是我們照著題目 我先用第一關跟它講 照著題目上面先把它上面說的 這幾個方塊先擺上去 好我來擺擺看喔 看一下 直的 直的方塊放這裡 然後它其實這裡 仔細看的話它這裡有 有沒有 它會有方向 所以要照著它的方向放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 很像蛇的這個圖案 我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是 這一個 這個放在 然後它這裡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些地方 這樣放不上去 但是你只要一個方面 它就放上 唉唷對不起 它就放上去了 所以它的 讓小孩的思考的 東西會更多 然後還要就是 轉換一個方向想 就我覺得蠻特別的一個遊戲 然後我再放一下這個 好 它的題目目前是這樣 然後我就要想辦法 把這三塊 都把它拼上去 讓它變成一個完整的方形 好那我就來挑戰看看吧 好 每次挑戰這種抑制遊戲 我就 壓力很大 好我試試看喔 這樣不能放 那我放這邊 欸也不行欸 那我先放這裡看看好了 好可以 然後這個改成 這個好像不能這樣放欸 這個可以放這裡嗎 不行 欸奇怪這個不能這樣放嗎 放這邊 喔可以可以可以 然後這裡 這個 那這裡放 這裡 喔喔有 欸沒有你看像我跟 跟大家說 這樣子放普進去 那我就翻過來 換個方向 欸 也是不行 好沒關係我再試試看 那這個翻過來勒 這個翻過來不行 欸第一關而已欸 怎麼就這樣卡關了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欸 怎麼會這樣 我有放錯嗎 欸我放錯了啦 還有一個這個 喔我想說怎麼會第一關就卡關 喔原來它第一關只要放兩個而已 那我就輕輕鬆鬆 輕輕鬆鬆解決這一關 好剛剛那個是15 因為我題目沒有看清楚 它是這裡還有一個 然後因為我剛剛放的時候 我就是沒有對照它上面的圖 就是它這裡要的洞 我沒有對照上去我就亂放 所以我才會放不上去 所以你們放題目的時候要小心一點才不會 嗯 像我剛剛那樣子做食物 那一樣我就是 嗯 它都會有入門級 初級 中級 高級 還有專家 喔這次到專家級 那我一樣就是偷偷再試一個中級的 來挑戰看看 看我這次能不能成功 好我先一樣放題目 我這次題目就要小心放 嗯 放一個這個 T字的 看一下對一下圖案 對但是它是要這一面 然後 這個L小L型的是在這裡 然後再放一個大L型的是 這裡 好 那題目是這樣 好我來挑戰看看囉 喔 這次要放的方塊有四片 有四片方塊 好我來試試看 嗯 我先從這個比較特別的造型放好了 我一開始都很喜歡先放一些特別造型 然後再慢慢的 放進去 然後再試試看這個 這個不行 那這個 好 好放進去了 然後 這一塊應該在這裡 然後這裡 喔有 喔 輕輕鬆鬆解決了這一關 其實這也是有一點運氣跟自力的結合 像如果我剛剛一開始如果放錯的話 可能後面就是要重複四好幾次 然後 嗯 我中級我就 就先到這邊 那後面的高級跟專家級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來挑戰看看喔 如果大家有喜歡我們這一款 抑制冰塊 拼圖遊戲的話 就趕快來參考看看喔 謝謝大家